昨天才发布马总统的过年红包会在除夕推出 今天呢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就抢先到年货大街发红包 不过呢提到总统大选还有党内分歧所谓的两个太阳之说 马上就从政治学变成地球科学 苏贞昌转移焦点的说如果真的有两个太阳也真的是世界奇观 发红包的手停不下来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来到年货大街走基层更为选战试水温 不过到底是凭2014还是2016总统大选 苏贞昌不愿松口 我现在是党主席 我必须扛起全党打赢2014的责任 所以要先赢整个2014地方选举 才去谈2016的事 所以谁都不要去想选总统 根据智库最新的2016年总统选举民调 苏贞昌不但落后前主席蔡英文 甚至不如台南市长赖清德 即便党主席任期即将届满 却始终摆脱不了民进党内两颗太阳的说法 感受选民热情 主席带头为2014年选举开跑 无论民进党有几颗太阳 苏贞昌顶着电火球 要打造自己的日不落帝国 有点TV胡锦顺陈玉硕 台北报道